说人家梁丽老师比你出道早啊 天啊 咱们还 咱们还玩尿尼呢 咱们练这个手绢的时候 人家已经是全国知名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水浒夺火呀 说二娘这部戏 我第一次见到姐的时候 就这俩大眼珠子 我一下就留印象了 对对对 而且人一起来到火的时候 你还没火呢吧 火什么呀 那时候没拍戏呢 我2001年才开始拍戏 姐演神医喜来乐的时候 对 可是我0809年就开始采访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挺火的 你是先上的春晚 还是先演的戏 先上的春晚 先上的春晚 我就是因为他有一年上 就06还是07年那年春晚之后 咱们就采访了 对对 就差不多十几年了 哎呀 也十几年了 就是我虽然没有见过 你最年轻的时候啊 但是就从咱们俩 那次春晚 在一个房间里睡了一晚上 哎呦 当时我就 就眼睛就这么看了一眼 哎呦 我就说 哎 学金真的很漂亮 我知道学金就是后来 我从一个人物的 这个 这个介绍当中 杂志上 谁给 不是杂志 谁给你拍了一个专题片 写到你们家 然后包括你们家 就到过那个东北 就农村家里 那就是他俩吧 谁谁给拍的 不知道 然后去了 然后女性二人赚啥 哎呀 我把那个全部拍完了 看完了之后 我要觉得 哎呀 我觉得一个是 那个家乡很美 因为我也算是东北人 一看见就特别有感情 oirеч d Choi honeymoon 嗯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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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